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站在舞台的机会时 你敢义无反顾 勇敢上台吗 由林勇助所带领的一群年轻人 他们勇敢站出来 接受挑战 开发移动式 因应互动 数位看板互动技术 挑战行动装置应用新领域 在园区工作的期间 我们发现了一个科技趋势的走向 那就是Wi-Fi 那我们发现了这个Wi-Fi的应用 越来越多 越来越广泛 而且这个Wi-Fi的部件 是非常的便宜 而且经济的 所以我们一些伙伴 我们就毅然决然了 来研究这个Wi-Fi的应用 应用成一个媒体传输的 资讯的媒介 不用上载APP软件 不用扫描QR Code 也无需记忆网址 只要点开Wi-Fi 当地古迹 文物 老店 小吃及产业等 数位咨询内容 都会自动进入手机里面 这就是林永珠团队所开发的 Wi-Fi传输应用技术 QR Code 还有APP 其实它们是各自有各自不同应用的领域 到了那个展览的现场 或者是旅游的景点 那你再去叫它下载APP 我觉得这有一点 对于使用者来说不是那么的方便 那我们的推广就是说 只要呢 这个游客到了现场之后 那它连上了这个Wi-Fi的频道之后呢 它又可以收到那个即时的现场的资讯 走进一间店 犹豫者不知选哪样餐点 此时Wi-Fi可以为你介绍菜单 甚至帮你点菜 是不是很方便呢 Wi-Fi频道的使用 成功将游客中心的触控萤幕延伸 有点扩展层面 花化了人们口袋中的智慧型电子装置 使用者不用再到特定的开门前排队取资料 移动式的影音互动 人人带着走 我们利用这个Wi-Fi的频道的这个概念呢 我们让这个移动式的影音服务呢 跟随着每个人的这个步伐 就好像有一个人就跟在你旁边 随时随地的为你讲解 这个现场的即时的资讯 就好像你聘请了一个专门的导游 在你旁边的那种感觉 行动导览云的最新概念 获得经济部评审委员青睐 通过102年度 中小企业创新服务凭证补助计划审核 即被选为新竹市政府 102年SBIR6家爬间厂商之一 中华大学首先适用 720度的全篮画面 尤其受到学生的青睐 它只要打开自己的手机 然后连上我们部件在校园里面的 WiFi无线导览解说系统 它就可以看到中华大学 美丽的校园导览的介绍 包括我们的白马湖 我们的杨一峰大师的雕塑 我们的鸭子湖 或者是我们得奖的张树平台的 这个校园的美景 WiFi的平台建立了之后 我们给它一个名称叫做地方云 民众一进来到这个WiFi的涵盖的领域 它就可以自由地截取它所要的资讯 我们把同样的资料也放了一份在中央云 当它离开了之后 它的资料会自动从地方云转接到中央云去 所以它的资料就不会漏使 继续地收取你的这个资料 这样子的这个过程 我们叫它穿梭在云端 新竹县建构云旅游 到新竹县旅游者成了穿梭云端的旅人 透过行动导览云的建制 在观光巴士上看到各景点720度的实景介绍 过去有推台湾观光巴士 它是人员导游的 那后来有加入一个叫做台湾好行的巴士系统 来服务游客 可是这个部分呢 就是像夏拙巴士客运一样 那没有解说的服务 那这个WiFi的解说服务呢 就可以建置在这个这些巴士上面 这个会有很大的加分效果 2013年 公司的团队已经在许多活动中大显身受 今年团队将退出个人式WiFi携带产品 将大量资料随身带着走 特过商享互动推播平台 帮助台湾各产业都能有更上一层楼的便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